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球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球 点球没有毛病 但我觉得费南多没有向球的方向跑去 向张晕宁身上跑去 对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嘛 因为禁区内谁都知道 因为有VR的情况下 就是往对方身上撞 谁都会这么做 你看 李白 李白都成唐师了 左脚 打门 非常努力的射门 39分钟卡利斯卡破门 广州恒大淘宝 好 1比0 领先国安 这个点球呢也是赛季国安队背叛的第七个点球 也是恒大得到的第七个点球 这个也是恒大呀 这持续攻击 10分钟左右啊 最后修成的正果 哎 保丽尼奥 漂亮 56分钟反击当中保丽尼奥 保丽尼奥 这个反击太快了 嗯 2比0 这个跟罗敬那个有点差不多 差不多啊 呃 这个球保丽尼奥没有太发力 打得很巧 这个角度认得也非常准 对 罗敬射门 发力更奔放一些 哎呦 这个塔利斯卡很激动啊 这个球啊 其实就是这个巴西球员的这个 船 瞄着船 瞄着船 哦 勾了一点 巴卡布的投球公门 李磊在左路的船中 应该说落点非常好 这边上来 对 两个前锋都在 漂亮 这个球漂亮 漂亮 后点的包抄 张玉宁右脚脚弓端进大门 呃 短时间缩小比分差距 这比赛 还有得打 六十一分钟 张玉宁破门 总比分 二比 张玉宁打进了个人赛季的第六个进球 没有吹 哦 来了 打门 哦 猴森 猴森啊 这三打三了 四打四 小摩托 右脚 哦 又是猴森 这球难度不大 这球就是 是的 但刚才保零尿在点球点以理的那角射门能被猴森扑出来 可以 后点阿古斯托上了 我天 这个球没顶进 这球甩头啊 呃 巴坎布阿古斯托连线好像效果更佳 但很可惜阿古斯托没有把球顶进 这个球 黄博文 国安队回不来 黄博文 81分钟 没可二度 结束了 反击又是一个反击 结束了 这个球就是黄博文的这一角特别血液的传球啊 最后也没贪攻 太冷静 太冷静了 主台判金西坤吃起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场联赛第18轮 在争冠组的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广州恒大淘宝3比1战胜了北京中和国安总比分3比1